入侵烏克兰反制欧盟列强 普丁这回放大绝 路面大洞窜出火球 普丁挥军一面精准攻击 炸毁乌东大臣哈尔科夫的天然气管线 一面更要辖能源以令欧盟 俄国斯要求被列在不友善国家的黑名单 要以卢布支付天然气 原本看似还有转环谈判余地 普丁却一声令下没得谈 想买天然气只能赴卢布 人员合约普丁扬言喊喊咖 德国和法国已经心里有数 很可能马上面临断气危机 德国总理肖茨强硬回击 隔空喊话普丁情况不变 德发同批莫斯克的做法等同是敲诈勒索 欧洲天然气需求约有三分之一都仰赖俄罗斯供应 普丁看准天然气就是他反击制裁最有利的筹码 而美国就怕能源经济战线扩大 影响能源价格一飞冲天 拜登也出招要稳定油价 这是近50年内规模最大的一次 也是美国过去半年内第三次动用战略除油 但却都没能有效抑制油价 国际能源总署一号将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各国市有总量和配额 乌尔交战俄罗斯前线攻势不手软 经济战线这回也放杀手剑 近新闻吴洛营朱佳林报导